当时这个施拉格是两分吧 赢了孔灵辉两分 没有机会 因为前四名他 中国运动员他只是他进去了 其他人都没进 都是做得非常不错的 这球 重发 中国香港的提尔纳和中国的牛建峰 刚才看到了梁祖恩和陈启 王立琴和赛福 漂亮 发球发得不错 漂亮 但是打过去的球呢 分量还不够 力量还不够足 所以被施拉格一板 正在进行第三季比赛 一笔十 一个非常大的贡献 因为很多老运动员到了一定的年龄 就肯定会想到退 被动 落后五分 漂亮 非常积极 这个决赛的时候是王浩最后拿了冠军 那女子呢 就 那所以这个王浩的拍了 对 在我在国家乒乓球队里现在 球的这种认识啊 包括这个感觉都是 非常谨慎 漂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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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得非常好 要争够前四 然后呢 过越和下面的全 看看这一球 漂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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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强 对方就会反拉 好球 压合理 而且还很有智慧 好球 漂亮 漂亮 三比六 好的 好的 连接 看它连接以后产生的效果 好的 反拉 加油 加油 表现到那种要特别有锋芒 才能够有特点 转的 连续白转 高调弧圈 刚才有一个球呢 接得很好 就是接这个球 又一个 漂亮 这个场上的局势 完全压住对方 这样就对自己很有利 好的 擦颠了 哎呀 冲雨 如果你来得慢 就感觉比较勉强 这球一定要稳住 不要急 反向摩擦 短的 反手起来 形成相持 压反手 摆短 摇起来 反手下力 压反手 无关键 摆起来 摆短 好的 还是短的 还是短的 哎哟 结果这个球 还是接得保守了一点 还是保守 斯拉格反拉成功 这样斯拉格 就以14比12 取得了 第七局比赛的胜利 从而以4比3 战胜了中国选手 孔明辉 布入了前八名 观众朋友们 广告之后 我们继续给大家介绍 2004年国际